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能找的地方全都找过了 还是没有罗浩的踪迹 那个家伙似乎人间蒸发了 这样看来 只剩一个可能 罗浩已经死了 玄芒术定是落到了周元的手中 这事倒是简单了 去把柳夕招来 是 散散时间 在外历练的殿下 也应该回来了 追不上吧 你着弄我 苏有为 跟我走一趟 小穷算 这是见不得人 话也不说就想逃 殿下有句话说得对极了 不要在意某些人说的话 因为他有嘴 但 不一定有脑 鸭尖嘴里的死丫头 周元偷了齐悦的东西 那就拿你来换 给我抓起来 我们两院各出一人 比是谁在御灵铺能坚持更久 放心吧 周元他会赢的 你以为我提出这种赌鱼 会被准备吗 我们甲鱼银来的是一个半时辰 我建议其中半个时辰 分给饼饼两边 殿下好手段 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 可恶的周元 齐悦 何必登怒 这一次 不过是周元仗着神魂有所小城 侥幸赢了而已 若真交手 他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这混蛋 害我成为大周府笑评 我在大周府苦心经营的名上 都让他毁了大半 好了 消消气 等到俯视 你再击败那个废物 放心 我会让他将这一切 都还回来 自从殿下赢了齐悦之后 大家士气都特别高啊 加上我们甲苑御灵铺的修炼时间 又增加了一个时辰 这段时间 大家的开麦速度 都明显提升不少 开麦了 开麦了 第五脉 苏又微真厉害 苏又微这就打通第五脉了 果然贴富过人 很好 我们甲苑 有三位打通五脉的学员了 又微打通第五脉了 我可不能落后太多 可惜 殿下的修炼起步 还是太晚了 否则以殿下的天赋和勤奋 现在至少开四脉了 都上岸吧 今天的修炼就到这里 等一下 殿下他好像也要突破了 好小子 这么快就打通四脉 不愧是我周家圣龙 月儿 你怎么了 快吃啊 接下来的开麦速度 恐怕没办法这么快了 我能感觉到 玉灵铺的开麦效果 越来越差了 要想尽快打通第五脉 得另想办法 否则年底俯事时 齐悦若是开了七脉 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我倒是有个法子 可以加快开麦 我有道一品原文 叫做三十六寿开麦文 以三十六种一品原寿的 金血为例 刻画到身上后 就能利用血脉中的凶煞机器 为人开麦 如此开麦 怕是有不小的风险吧 此法确实凶险 意志不坚定者 容易被凶煞之气 冲散灵志 也就是 变成痴呆 远儿 这事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母后 修炼之徒 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 如果连一品原寿的 凶煞之气都怕 那我还怎么去面对其他困难呢 说得好 明天我就派人 去给你把三十六种一品原寿的金血 全都弄回来 不必劳反复完了 我还是自己去猎取吧 是啊 再不积累些战斗经验 就算开了麦 也只是个空有力量的猛夫罢了 黑灵山有很多原寿 我派禁军统领陆铁山跟你去 负责你的安全 黑灵山有很多原寿的金血 这里还不错 姚姚姐 要不我们就在这里住扎吧 扎营 是 我这就去猎取元寿 让杜统领留一些人 保护姚姚姐吧 我有吞吞就够了 听姚姚姐的 快 车药 别让杜统跑了 快追 怎么跑了 这里 站住 这边 这边 快 快点 快 这边跑 这边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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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快追 周元 你要是老师待在城里 我还奈何不了你 可你却跑去黑银山送死 那我就成全 来 孔子 贼人跑了吗 是 我还让侍卫多追一顿 很快 全城的人都会知道 我们齐王府被偷了重爆 很好 现在你就带人去黑银山 抓盗贼 是 周元 你让我在大周府丢了面子 那就用你的命来赔偿 好 是 我还要去 我还要去 小洋 你 我还要去 晚安 小洋 我还要去 我还要去 龙碑兽 碎山 第十五套 第十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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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第十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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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第十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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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套